关联皮质在高阶认知功能中的作用是整合来自各种来源的讯息,以知识感知、语言和思维等复杂的认知过程。 联合皮质通常分为单模态和易模态或多模态区域,每个区域处理单一感觉模式或多种感觉模式。 单模态关联皮质处理单一感觉模态的讯息,而易模态关联皮质则整合来自多种感觉模态的讯息。 联合皮质是大脑皮质的一部分。 执行复杂的认知功能,与处理特定感觉和运动输入的初级感觉和运动皮质不同。 关联皮质整合来自各种来源的资讯以致识高阶认知过程,这种整合实现了感知、语言和思维等复杂功能。 因此,具有大量联合皮质的物种往往表现出高级的推理能力。 联合皮质的单模态和易模态区域之间的区别在于,单模态区域处理来自单一感觉模态的讯息, 而易模态区域处理来自多种感觉模态的讯息。 联合皮质的单峰区域处理来自单一感觉形态的讯息, 例如视觉、听觉或触觉。 例如,初级视觉皮层。 V1处理来自眼睛的视觉讯息而初级听觉皮层。 A1则处理来自耳朵的听觉讯息联合皮质是大脑皮质的一部分。 执行复杂的认知功能。 与处理特定感觉和运动输入的初级感觉和运动皮质不同。 关联皮质整合来自各种来源的资讯以致持高阶认知过程。 这种整合实现了感知、语言和思维等复杂功能。 因此,具有大量联合皮质的物种往往表现出高级的推理能力。 以下是人类联合皮质单峰和异峰区域的一些例子。 1. 单峰区域 初级视觉皮质 V1 初级听觉皮质 A1 初级体感皮质 S1 初级运动皮质 M1 初级味觉皮质 G1 初级嗅觉皮质 O1 初级味觉皮质 T1 A3 A4 A7 A7 A7